我和帝君吃的第一顿饭并不如我所想 长到这么大 听到的都是帝君清冷 不许说话 不好打交道 总之就是先见先怕的那样子 可他对我很和蔼 还很有趣 我虽不怕他 心中却紧记着他是这四海八荒最有权威的人 也不敢像对流光 灰狼弟弟那样后来喝去 晚饭后 他倒是喜欢和我聊天 询问我的客业 喜好等 问到客业 我很真诚地对他说 帝君能指教一下我的佛理课吗 我在这一门课上就是鱼目疙瘩没办法开窍 他单手托着漂亮的下颌 说 我记得你不惜佛理 又向我倾了些身子 目光灼灼 你小的时候 在范静说 东华哥哥佛理学得好 因为他是变态 一口水呛了我 变态这次没惊吓到我 自小就弹变态那曲子 早习惯了 可东华哥哥这称虎 我盯着他 连有些烧 这怎么会是我说过的话 我叫他爷爷不为过啊 我念惹道 你宽我的吧 你虽然看着很年轻 可你是长辈 我不可能叫你东华哥哥 他怂了下肩 有些怅然 怎么 现在想学佛理 我想看看流光哥哥长啥样 可他说佛理课考第一才能给我看 舒然 他身体厚轻 眼神有些淡漠 我 这样 你答应来做厨师也为这个 我是成心来报恩的 但你佛理学得那么好 可顺便提卸一下我啊 他修长的手指敲着桌子 小白 看你表现 又伸出胳膊 我读解了或许会指导你 好吧 我觉得帝君有点难搞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几时我开始哈欠连天 帝君看我困了 带我回去休息 圆月当空 夜色静迷 我随着帝君到了寝殿 他说 小白 我就在隔壁 有事你可以换我 好 帝君晚安 耳边带着他雌性好听的声音 我迷糊着找到床歪了上去 就这样 我在太成宫里住了下来 依住几日甚是愉快 太成宫比我想象的要大了许多 只是 这宫里除了我 成岭几个仙官外 我都见不到其他服侍帝君的仙鹅 我跟着帝君看他自己烧着淘气 钓鱼 种树 收茶 每次路过那摊塌的房子 我都觉得帝君有些落魄 想着他几十万年过着孤单寂寞的日子 便陪着他多说话 饭也是做得超出水平的好吃 看得出来 帝君他挺满意 第五日 午时 帝君小气 我拿着膏准备溜出去看看刘光 还要去找找私命 他都两万年没去过青秋了 到了宫门 我生生被一道姐姐拦住了 拍了半天连条缝也没有 真想不明白 帝君房子都塌了还涉姐姐干嘛 转回来 趴在书房的窗上 看他还在睡 我悄悄地走了进去 帝君睡得真好看 我画出一条尾巴 像动弄小叔一样拨弄他的脸 他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想出门 又凑近些 他猛然睁开眼镜 伸手捉住我的尾巴 眉梢一条 刚好我的笔不能用了 我看你这个毛不错 说完 也没经我同意就撸起我的毛来 我这样站着 看他撸毛有些害羞 赶紧说 我是想叫醒你 把结界给我打开 我要去看看流光和私命 不能开 为什么 他欣赏着手里一大把的狐狸毛 悠悠地道 有人追杀我 我中毒了 打不了架 追杀帝君 谁敢到天宫里来追杀你 仇家太多 那叫天兵天将来守门了 帝君没回话 只贪了口气 我想也是 自我来太成功后就没见到过几个人 看来帝君在天宫真的是被搏带了 那叫流光哥哥来吧 他可厉害了 绝对能保护帝君 你保护我就行 我法力太弱 可看着他信任的目光 我又不忍心拒绝 忽觉得很有使命感 拍了下心口 行 我照着你 硬撑下保护帝君后 我每日甚是尽责 时刻跟在他的身后 可又五日过去了 也没见到一个寻仇的 今日我一边给帝君涂抹怒芙蓉花糕一边说 我看仇家不来了 你把结界打开 我们出去走走 小白 你很着急出去吗 我的伤还没好 再等等 我能忍 你的安全最重要 那就等等吧 帝君看着一脸认真的凤酒 嘴角上扬 眼里笑意深沉 这日晚上吃过饭 我陪帝君在后花园散步 看着漫天星宿 我想起了青秋 纵身飞上了凉亭 对下面的帝君喊 这和我们青秋的星星可没法比 帝君过几日我回去后 你可以去青秋看星星 比这里可壮观多了 帝君飞了上来 敲了一下我的额头 看着夜空 悠悠地道 回去 小白我何时同意你回去了 又道 救命之恩如同重生 你的命是我救的 以后归我 什么归你 那这不成了以身相报了 难不成我要在太成功 做一辈子的厨师 我可是青秋的储君 在太成功不妨爱你做储君 他看向我 你这么大了还练家 像你这个年纪 在凡事都出嫁了 横 我一辈子都不嫁人的 再说 你这么大年纪 在凡事都当太爷爷了 你还不是光棍一个 光棍何意 就是凡事话本上 娶不到娘子的人 我说完这句话 心想 糟了 忘记帝君的身份了 这算不算对帝君大不敬啊 若是他告到爹爹那里 谁知他眼里闪着星星 笑着说 小白 我条件不好 娶不到夫人 要不你帮我找一个 啊 帝君你绝世容颜 威名官司还八荒 怎么会条件不好 说着话我围着他转圈 认真地打量他 帝君看着小丫头 用手指戳着腮帮子转了一圈 叹了口气 说 按我姥姥说的 帝君道 也是条件不够好 我 你姥姥是如何说的 我姥姥每次见我都说 小九长大了 必须给他找一个三代世家 手握重拳 还要配得上我这爵士容颜 帝君见他神色 有些怅然的又道 帝君你现在只有爵士容颜 这一条还行 但你的年纪着实大了些 房子还是他的 看着他俏皮认真的样子 帝君藏了笑 一本正经地打去他 小白 那不如你可怜我 做我的夫人吧 秋叶 微凉 可我觉得耳根物质发热 应回道 这又不是买萝卜 要喜欢才能嫁 我会帮你找的 他向我走近了一步 怎么 小白不喜欢我 小的时候你不是说 东华哥哥我要做你的地后 东华哥哥 这称呼 他身上的白盘熏得我迷糊 一双看向我的眼睛 在夜色下格外亮 说的情真意气的样子 我看着他忽然想到画本上有说什么软金赞之类的毒药 此刻 我的感觉倒像是中格纳毒 我 我小时候的话怎么能当真 我 可我当真了 所以你得陪我个夫人 小白 你说是不是啊 他把我绕糊涂了 不就看个星星 怎么道歉了他一个夫人了 我还 啊 话还没说完脚下一软 踩空了 我向下跌去 转瞬落进了帝君怀里 落地后 我还没回过神 就见他低下头说 小白 我又救了你一次 这回怎么报答 我从他怀里跳下来 我皮厚 摔不坏的 这个不算 你休想框我做你夫人 说完我赶紧跑回了请殿 没跑几步 心却咚咚跳得厉害 房间月色朦胧 我已靠在店门旁 一会听见帝君缓缓地脚步声走来 到了门边 他敲了下门 说 小白 晚安 我没回答 听见他关店门的声音 拍了下星口向床走去 路过屏风 如水的月色印在上面 我蹲下来仔细看 说真话 我很喜欢看这张脸 这个比我从书上撕下来的画像好看多了 重点 帝君还抱着我 等我回青秋时就把画扛上 看小花妖还敢说我做白日梦 腿蹲麻了 我才爬回床上 一闭上眼睛 脑海里都是帝君 说 小白 要不你可怜我做我的帝后 开心了一刻 我突然从床上弹了起来 上当了 帝君他哪里是要找夫人 他这是想找一个免费的厨师 我听着眼老神仙说过 帝君不喜欢女人 哼 帝君腹黑毒蛇爱戏弄人 我怎么就给当真了呢 说不定有仇家追杀 他也是骗人的 就为了留下我给他做饭 这天族人也太不像样子 如果他能把帝君照顾周全 或许他也不会自己骗个厨师来吧 胡思乱想奸 睡意袭来 刚想合眼 就听外面传来刀剑相撞之声 真的有仇家追杀啊 我打开门 看帝君也走了出来 别怕 你堵我身后 我护着你 浓浓的月色下 帝君眸色微动 请客笑意盈盈 回 好 帝君的声音在刀剑相撞声里 格外温柔软绵 我瞬间受到了鼓舞 画出了剑横在面前 让你打开门前 像里面小走